Hello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頻道 在上兩條影片我都預估過 說接下來會拍Q&A 有留意我IG story的人 應該都知道我最近回到香港 差不多一個月時間 主要回來放假 見一下男朋友 見一下狗 見一下家人 見一下朋友 其實我在IG 在Youtube頻道 或者收到DM 很多朋友都問我關於不同的事情 今天這條影片我會分幾部分 和大家回答問題 因為有很多問題 我會分成不同類 有些問題是關於我自己 有些問題是關於球場上的技術 戰術 我如何選擇裝備 用什麼裝備 穿什麼線等等 第一個問題 有朋友問 究竟瓜仔這個名字是怎樣的 其實因為我小時候 因為我本身小時候 很瘦 人很長 面色又不太好 經常都好像臉青青 有一天練球的時候 那人還是青年軍 可能十十多歲 隊友無緣 直接叫我 喂 青瓜 你很像青瓜 我就問為什麼 我問你這個人又長又青 就像青瓜 同時每個人都叫我這個花名 從青瓜慢慢演變 有些近一點的朋友 可能近一點的隊友 就會沒什麼變成瓜瓜 什麼瓜仔 我後來就把這個名字 轉到我IG的名字 然後開這個Youtube頻道 就想想一些特別的名字 我IG的名字也叫瓜仔 不如Youtube也叫瓜仔 打球的經歷 如何開始打球 然後如何慢慢踏上 就想港隊這條路 小時候我爸爸說自己也打球 知道練球是很辛苦 一直都不想我接觸羽毛球 這件事 覺得我小時候有瘦 如果練起來的話 會練得很累 第一次機緣巧合之下 我就接觸了羽毛球 一玩之後就很喜歡 然後那一開始 每天都叫爸媽 有空就去公園跟我打球 公園真的是露天很大風 但小時候沒有理會 打球已經很開心 後來見到我這麼喜歡打 就開始幫我補一些 輸期班 短期那些 我都玩得很開心 這樣完整班 我又在說 我還能不能練球 隔了一年或兩年左右 我爸爸媽媽看到我這麼認真 就開始幫我找一些正統的訓練 一進去的時候 就是八驅青年軍 因為羽毛球總會搞的這個步驟 其實有很多個階梯 可能有什麼青苗 青苗如果你帶得好 就會升上八驅青年軍 再做得好 可能教練有提拔你 就會升上四驅的重點青年軍 下一個就是港青 港青之後就是港隊 一定要順著這條路 才有機會進入港隊 讀完中五 就是考完會考 就正式進入港隊 做全職運動員 應該是2008年的時候 我退役的時候 就是2020年 所以整個港隊的生涯 就是十二年左右 打球 給你 除了打球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嗜好 除了打球之外 其他運動也不是很厲害 其他運動也沒有天分 運動之外 沒有人知道 就是我小時候也有學彈鋼琴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聽流行曲 很想自己可以演奏 不斷跟媽媽說想學鋼琴 學了鋼琴之後 就發現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因為老師叫我們練的歌 都是古典音樂 那些什麼層次 那些很悶的東西 帶大家一些關於羽毛球場上的技術 戰術的問題 其實我教了一波這麼久 加上一些留言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都會問我關於 一些反手的技術 或者覺得自己反手打不好 很多人一做反手的時候 就會依賴了手腕 看到很多人做一個很錯誤的動作 就是一做一個反手 很多人一來就叫起碗 如果你的碗有這個角度 那其實一定是不對的 不要把碗扯起來 然後用碗去叫球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打後場的 比較強一點的球手 前場呢 以前我也覺得很沒信心 整天好像球衝過來 不知道怎樣應付 如果你的身高比較高 或者你覺得你的前場比較弱一點 你可以把你的重心放低一點 但有些朋友在準備的時候 把重心放低之後 因為很害怕 就會壓前 但你一個人一傾前 但球又迎面地衝過來 其實你是趕不及去迎接 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位置可以站後一點 當你在前面 你經常感覺到對手的抽擊很近的時候 你會有壓迫感 其實你的位置可以拉後一點 你看球就會清晰一點 而且球一到的時候 速度相對都會慢一點 你會比較容易反應 然後呢 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說 他都好像想像教練一樣 一排十幾二十個 這樣開多球給朋友 或者想練習這個動作 但每一次一打的時候 一些球就掉在地上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一開始 顧得同球又打不到 你手上的球 其實都是靠一路去練習 不斷重複 不斷嘗試 現在我就可以 保持很多球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做不到這件事 有什麼技巧呢 如果我放球在手的時候 我會把球卡在食指和中指之間 然後每一球一開的時候 就會用這兩手指把球移出來 然後就去開球 用左手移出來 也是要經過練習才做到這個動作 有些朋友就問我 用什麼球拍的 因為我還是做運動員的時候 當時是YONIX的贊助 就是全部拍比賽的拍 都是YY的拍 我一向來用的板 都會偏板頭重一點 我本身的力量不太大 所以有時候選擇拍 都會想選擇板頭重的拍 就可以借板頭重量 揮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借力大力一點 試過一些很輕的 整支板很輕 加上板頭也很輕 揮完 然後球好像都沒到 板頭已經揮走了 揮完之後 我的手肘和肩膀都覺得很痛 我很不喜歡打一些超輕的拍 所以我通常選擇的拍 都是中等 整個平衡會比較好 甚至有時候板頭會偏重一點 現在在澳洲打球的時候 都主要是用Ficta的衣服鞋襪 對我來說 打球最重要是指板和鞋子 有一個提醒 大家如果穿新鞋的時候 千萬不要穿新鞋去打比賽 你不熟悉腳型 或者還未穿得很舒服 可能會腳痛或者受傷 新鞋的時候 我都會穿著去走路 或者很輕鬆地打球 穿一排我才會用它打比賽 大家千萬不要用Sumpa Sumpa就是一個完全新的模特兒去打比賽 我都要熟悉一排 找到自己的感覺 才會用新的模特兒去打比賽 我打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就在打Victa的Frusta F 今集就差不多了 看到大家還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希望我之後可以在其他影片 或者有機會再拍多一條Q&A 大家可以繼續在下面留言問我問題 或者去我的IG問我問題 我也很樂意去解答給大家聽 新一年祝大家新年進步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給你們的朋友 按鈴鐺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你的影片 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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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拜拜 拜拜